同学们好,我们下面进入第八章第三节 这是我们叫做控制测试之家 所以控制测试的很多原理性的很多的规定都在这一节里面讲 可考性比较高,考试频率高达百分之百 首先明确一下控制测试的概念 这个控制测试是为了证实什么 为了证实控制执行的有效性而实施的测试 所以不要试图拿程序的类型来鉴别是不是控制测试 比如说检查询问观察 你就不能说它是控制测试还是不是控制测试 因为控制测试实际程序都可以用那个东西 我们要区别是控制测试还是实行程序 要看我实施这个程序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目的是直接证实交易余额 披露有没有错报 还是看内控执行的是否有效 通过这个来区分 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那什么叫内部控制执行有效呢 用我们说了很多遍的话来说就是设计的合理 而且执行了这都不是 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够防止或者发现病状纠证 财务报复的重大挫暴 设计的合理而且执行了 那叫做了解 那如果真的是获取了这种证据 那只能说明预期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那并不是能证明它真有效 证明它真有效要经过测试 就是测试以后发现它真的能够防止错误的发生 有的时候不能防止 但是能够发现病纠正错误 那得看这控制是什么控制 要是预防去控制当然就是防止错误的发生 就是有效的 检查性控制就是能够及时的发现病纠正错误 那就叫有效 测试的内容是如何运行 是否一贯运行 由谁执行 以何种方式执行 由谁或者何种方式 方式当然是自动化而人工 这肯定执行效果不一样的 就算都是人工的话 是哪一个人老张座和老李座就不一样 对吧 就算是自动化控制方式运行 那不同的软件版本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释放一贯 就是你改过没改过 对吧 还有如何运行 是有几个环节怎么做的 就是很细了 这是测试内容 通过这些内容来证实什么呢 目的千万不要忘了 目的是看内部控制 是不是能够防止或者发现病纠正 财务报复的重大错报 接下来 一个单独的一个层次 注意 考试频率达到80% 没把80%放到控制测试的概念 这个大标题下 而是放在了控制测试的必要性 就这一个很小的层次 一句话两句话的这么一个内容 居然高达到80%的考试频率 很厉害的 很厉害 这可能就像 比如说我们说某个直辖市 或者是某个省会城市 GDP是多少多少万亿 对吧 那很正常呀 但是某一个线也达到多少万亿 那是差不多一个省啊 是不是啊 那就厉害了 这就是某一个线 达到万亿的GDP这个级别 就是控制测试的必要性 就是说是不是必要的 就这个意思 它的必要性不是百分之百 因为控制测试需要考虑成本效益 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施 控制测试干嘛要考虑成本效益 注意不要本末倒置了 就是为了考虑 为了照顾成本效益 为了考虑成本效益 为了在乎成本效益 才想办法拿控制测试来实现 成本效益这个目标的 所以要你控制测试干嘛 就是为了高效节省时间 他如果为了节省时间而采取了个办法 发现这个办法不能节省时间 那就会放弃 因为你的生命力就在于节省时间 你别忘了 所以他就是为了 考虑成本效益才想出一种办法 所以这个如果不能满足成本效益的需要 那当然就不测试了 对吧 并非任何情况都需要实施 就不能提高成本效益 就不实施了 那具体来说 他说当存在项列情形之一时 应实施控制测试 这个应是有条件的应 应当然是应当 说我想依赖 那在这两种情况下 就要做控制测试 当然前提还是能力依赖 想依赖他不能依赖 你测他干嘛呢 测了也没用 你测他干嘛呢 是不是啊 这个 我特意为了怕大家误解这句话 特意呢 注视了两句 叫依赖就测试 不依赖就不测试 这句话呢 考试很有用 跟你讲 哪两种军行 他说就应当做控制测试呢 第一 在评估认定层次重大错误 风险是预期控制运行有效 第二 仅实施实施性程序 不足以提供认定层次充分 适当证据 这叫做实不能证 那我们反过来说 如果仅仅是实不能证 就一定做控制测试吗 那也不一定啊 我确实知道 实施性程序 不足以提供认定层次充分 适当证据证据 但是没有内控可以依赖 或者有一项内控 但内控呢 设计的就不合理 或者了解的时候 知道它没执行 你说我做测试吗 不做测试 所以不能把它说的绝对话了 只要是实不能证 一定做控制测试 那可不 它有前提是 它 我想依赖 对吧 而且预期有效 所以这就好解释1了 1是预期有效 那当然就可能测试 当然也不见得预期有效 就测试 预期有效 是预期有效 但是我不想依赖呀 对吧 我了解过 它设计的合理 而且执行了 好了 那就是预期有效 可以说 但是我说了好多遍 它就那么几件业务 几笔业务 我全做细节测试 也不花什么时间 那我还测吗 做控制测试吗 我也不做呀 所以最实在的话 最接地气的 最好的理解 还是依赖就测试 不依赖就测试 这个 依赖就测试 这是相当于什么呢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那句话 就是如果利用 Bethenly提供的信息 你要测试 它的准确性完整性 相当于是这个意思 谨慎性 依赖就要测试 不能说我依赖 我又不测试就依赖 这个也不合适 但是也不能绝对化 实际上我们后面 马上就要讲到 控制测试时间里面 会要讲到 我其实也可以依赖 以前年度的 经过测试的内部控制 去年测了 有效 今年不测 这不就不测试就依赖吗 所以不测试就依赖 这句话也有定在 适用范围实际上 所以一定要具体 具体分析 不要就咬着一句话 就拿这句话 就想把它放置四海而接转 那会碰钉子的 那不依赖就不测试 是为了提高效率 按道理不依赖 我测试一下 也没什么坏处 但是我测试内控 就是为了省时间 所以能不测试 我就不测试 这跟认定 跟交易余额不一样 那地方 再费时间 我得把它弄清楚 因为我就是干那个的 我现在并不是 跟你审你的内控的 这个内部控制审计里面 对内部控制 对控制测试的 那个必要性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所以下面还有个解释 对吧 所以大家看一看 注意 下面就是一个真题 有关控制测试和 实质性程序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那说 注册块是应当 针对特别风险 同时实施 控制测试和 实质性程序 恐怕错就错在 要应当实施 控制测试 实质性程序 应当实施实质性程序 不算过了 应当实施控制测试 我是一定条件 向我才要做的 你满足我刚才的 两个条件吗 不一定吧 不一定你说应当 那就不对了 虽然你说的是 特别风险 那我也得满足 我那两个条件 所以你把它说成 应当有问题 错就错在这了 你再看C 可以针对同一交易 同时实施 控制测试 你实现双重目的 这也是说 同时做控制测试 实施行程序 但是他说可以这么做 A说应当这么做 应当去错了 可以是对的 B但是 无论是否做控制测试 都应当对所有 重大类别的交易 降红与额披露 实施实质性程序 这是第四节 会讲到的 是对的 接着看D 如果认为 仅通过实施 实质性程序 无法获取认定 从此从分析大审计证据 就是实不能证 那做的怪事 应当实施 控制测试 这是准则的远化 我们刚才看了第二条 但是我对这条 还是有点 理解上 还有点不同 我说了它有前提是 能依赖 而且想依赖 这个实不能证 肯定想依赖 想依赖就一定做吗 那得前提是能依赖才行 那不能依赖怎么做呀 当然有人说 那不用说呀 肯定是 这个能依赖 才做测试 对吧 那也不能依赖测试 对吧 但是也有人认为 那不测试 我怎么知道能不能依赖 是吧 所以D呢 其实争议很大 但是我刚才已经 在上一页已经解释过了 不多说了 好 这个题的答案在A A和C就是一个应当一个可以 所以一个对一个错 这就在考你的分寸把握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叫控制测试的性质 这是40%的考评 这个考评是注在大标底下 首先控制测试性质的概念 什么叫控制测试性质 控制测试性质 就是控制测试的类型 进一部程序的性质 是进一部程序的目的和类型 因为它要区分是控制测试 还是实际程序 那目的不同 但是说控制测试的话 那就只有类型没有目的 目的是一样的呀 对吧 控制测试都是为了 证实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啊 但是类型呢 有单程型的 也有组合型的 有时候我测试某项控制 我可能就做重新执行就够了 有的时候可能要询问观察 检查结合起来做 有的时候可能只询问观察 再加上个重新执行 并不检查 这个呢就叫组合 这四种类型组合起来 有好多种不同的组合 在说每种组合里边 谁占比高还是低 这又派成出不同 很多很多的组合了 好了 这个控制测试性质的概念 与主要类型 控制测试性质 是指控制测试所使用的 程序的类型组合 决定控制测试性质的 主要因素 注意主要因素 是保证程度 不要本末倒置了 保证程度是最重要的 它还会谈一些其他因素 那些因素并不是主要因素 不要记一堆其他因素 把主要因素忘了 对于控制测试 有效性依赖程度越高 那应当获取 愈有说服力的证据 这个依赖程度跟保证程度 基本上是一回事 依赖程度越高 什么叫依赖程度 就想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控制测试 来打到 来实践保证程度 所以基本上是一回事 依赖程度越高 这个恐怕是 控制测试性质越强 那什么叫性质越强 学问就不如观察 观察不如检查 检查不如重新执行 它的性质 它的可靠性也好 或者 这个 这个器官的保证程度也好 是逐次增强的 在实不能降 实不能正 实不能用的时候 对控制测试的依赖程度会更高 前提当然还是能依赖 接下来说控制测试的程序 就是你不是刚才说了吗 控制测试程序的类型 我们说了包括 学问观察检查重新执行 对吧 那每一种其实都在 第三章第二节做过定义 不过那地方就叫审计程序 这个我们专门讲控制测试程序 我也强调过不止一次了 不管是学问观察还是检查 其实控制测试时的程序都在用 所以说 比如说观察 控制测试中的观察 跟实执行程序中的观察 那应当是不一样 虽然他们有共性都是看人 但是控制测试中的观察 恐怕是看人执行程序的那个情况 实执行程序的观察 应当是看人 从事的业务活动 那应当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必要重新定义 对吧 这叫最接地气的定义 先说询问 询问被那么的适当的员工 问什么呢 问内部控制运行情况的信息 所以要问的是这个 就要控制测试 要问的是交易余额有于测报 那叫实执行程序 所以必须重新定义一下 但是马上告诉你 它的局限性 询问本身不足以测试 控制运行销性 第三章就说过了 询问程序 在审计中 我说几乎一事无成 只有这个持续经理讲 是17章第三节 有一个小地方 询问是够的 除此之外 你要说证实什么东西 就做了个选问 肯定都不够 当然不足以测试 控制运行 小心了 这要注意 但是考试就爱考这个 他就问了问 结果满意 决定了依赖控制 那错了 对吧 这询问不行的 不够测试的 观察 观察是 测试那些 不留下书面记录的控制 那是比较擅长的 因为如果有书面记录 我可以检查 但现在没有留下书面记录 你怎么弄 对吧 比如说职责分离 等等 这个运行情况 这么一个有效的办法 是亲眼看 没有记录 那我在现场看 那最好是他执行的是我看 因为过后就看不见了 过后说我让重新做一遍 我再看 那你看就不是那个 那个时候的东西 对吧 就是就像人 不能两次踏进 同一条河流一样 说我过两天再踏进 不就完了 那你踏的不是昨天那条河 你别忘了 对吧 所以这个 一会儿讲成哲学了 观察的局限性 是观察起工的证据 仅限于观察发生的实点 对吧 你观察时 和你不观察时 看到的人的表现 是不一样的 因为人 就会 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就观察时候一个表现 不观察是一个表现 对吧 你说我过后再观察观察 能够正视前一天的观察 情况怎么样呢 正视不了 那是后来的观察 所以这一点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观察得了的证据 你很难推管到不观察的时候 说我一年就观察了20次 够多的了吧 对吧 所以我认为全年控制运行有效 那你只观察了20次 比如说每次一小时 一共20个小时 对吧 其他的你一走 可能情况就变了 所以不要把观察得到的结论 推广到其他时间 但是有的时候不需要推广 我就想知道 对吧 他那个货到的时候 他有没有验收 我看了 验收了 我推广什么呢 不用推广呀 对吧 所以不见得是一定要推广 所以观察有的时候 就能足以证实证实真相 如果我就想看那个10点情况了 有的时候不足以证实 因为你想得到整个期间的结论 那观察不够 那结合别的 检查 它适用于留有书面证据的控制运行情况 只要有书面证据 所以可以看出检查 就是从书面上来检查的 对吧 检查有形子 检查书面 这个检查书面的控制运行情况 当然就是控制设施的检查 检查有形子 对吧 那应当 就要实行程序了 这貌似好像没有说检查有局限性 其实已经说了 所以我们记住 凡是好的 背后一定有个不好的 这是一个普世的话 它适用于留有书面证据的控制运行情况 自然不适用于不留有书面证据的控制运行情况 对吧 所以这不就是局限性吗 但是检查得来的证据 是不是可靠性更高呢 应当按理说是要高一些 但是 也得看 检查的书面 稳健的性质 那是盖章还是没盖章 对吧 等等 要看检查的对象 并不能说检查程序的 可靠性就高了 它的可靠性还取决于检查的那个书面稳健的性质来源 接下来是重新执行 重新执行就是重新执行所测试的控制 因为朱特败是自己亲力亲为重新执行了一遍 所以这个感受可能更深 这为什么要重新执行呢 因为有的时候呀 学位观察检查 结合在一起 都不能正式控制运行情况 运行有效性 所以不得不做重新执行 重新执行是比较费时间的 除非你是计算机辅助使用技术 或者说自动化控制运行 那重新执行比较快 人工控制的重新执行 是相当费时间的 那为什么要做 应当是逼迫无奈 我们看下面这个题 再说重新执行的局限性 这个题说 审议九年报表 资料室里边说一个事项二 假公司销售经理 每月把销售费用实际发生额 与预算数进行比较分析 实际发生多少 预算是多少 超没超预算 怎么超的 要分析的 原因正常还是不正常 编织分析报告 交付总经理审核 他要比较 要分析 要交审 三个环节 所以考内控就这么考 直言片语 把内控给你介绍 搁哪去了 然后A呢 选取了四个月的分析报告 其实也不少啊 那十二个月 你就选了四个月 你抽样嘛 选四个月 百分之三十多 相当厉害了 检查了报告上 副总经理的签字 然后据此认为 控制运行效 该控制 要有比较 分析 然后审核签字 你就看了个签字 你觉得够吗 副总经理签字 你就以为 这项内部控制 执行了吗 其实也可能 这个销售经理 做了比较 发现有诧异 这个分析报告的 结论可能是错的 本来是不正常的 属于里面有错报的 他就一抹锡 你就过去了 认为是正常情况 到副总经理那儿呢 边抽烟 边聊天 然后呢 这个时候习惯性的 就已经签了字 连看都没看 你以为这项内控 就你这么一测试 就认为 他执行有效了吗 所以仅看签字 是不行的 这就给大家一个例子 仅 仅检查不够 那你得怎么样呢 你得自己比较一遍 你得看看这个原因 跟他说的一样不一样 这不相当于 你就在外置 自己重新分析了一遍吗 你把这个销售经理的工作 重新做了一遍 对吧 这样才能感受到销售经理 比较没比较 分析报告写的对不对 副总经理应当 为他签字认可通过 你都知道了 所以你要做一遍 这就是仅仅 询问观察检查 结合在一起 都可能摸不清 控制运行情况 因为他执行的时候 你不在场 最后签字只是一个表现 只是表现出来 这个该签字的签了 他是不是应当签字 而签的字 是不是应当拒绝签字 你得看里面的情况 才知道 所以就不得不重新执行 所以这个答案说不恰当 仅签字 这个检查 不足以证明控制运行 还应当了解副总经理 是不是复合了该报告 那你得自己复合一遍 那就要重新执行 那要是警卫没消除副总经理 说你复合了吗 那说复合了 你就信吗 他没复合 他说他复合了 你还是没弄清楚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一些程序合起来不行 最后没办法要重新执行 好 第二个层次 确定控制测试性质的三方面考虑 就能循例观察检查 重新执行四种程序 到底哪个用得多 哪个用得少 用哪个不用哪个 这是个职业判断 对吧 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情况 恐怕不做重新执行是不行的 好 那么到底是用哪些控制测试程序 哪些不用哪些用 哪些多用哪些少用 有三方面考虑 得记住了 这就爱考虑东西 第一 考虑所测试的 那个特定控制的性质 你要测试什么控制 比如说我这住的 他要留有控制运行轨迹 你可以使用检查程序来测试 他是没有留下控制运行轨迹 你检查也没用 因为检查被定义为 在控制测试里面就是检查 书面稳件 那他没有 你怎么 你肯定是不能用 是吧 所以根据控制的性质 决定 控制测试程序的性质 这个有同学问过我 面稳板上 说老师那 能不能举个例子 什么叫没有留下 控制运行轨迹的那些控制 我说 要求比如说 前台借贷员 顾客来了以后 要求面带微笑 这就没有留下 控制运行轨迹 对吧 说微笑了 签个字 这也没有用 那要怎么测试 就是现场观察 对 现场观察 但是这个例子其实不好 因为微笑不微笑 它是与审计无关的控制 住宅关系人了解都不了解 只了解与审计相关的控制 知道吧 好了 如果存在反应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稳件记录 可以实施检查程序 否则应当是学问观察 或者接受计算机辅助程序技术 查查的别的痕迹吧 另外 第二个考虑因素是 考虑测试与认定直接相关 和间接相关的控制 什么意思呀 有一项控制 专门就针对这类错报 设置的 这叫直接相关的 我干嘛要规定这一条 就是为了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 它就叫直接相关的 那当然优先测试它呗 对吧 我感兴趣这方面的错报 因为交易太短 这个错报可能我也查不起 对吧 我想依赖控制 那有没有专门设计的控制 有啊 那叫直接相关 测试了以后确实有效 那就得了呗 因为为了省时间 不会再测试别的 有一个就够了 但是 如果测试这个直接相关的 无效呢 那还想依赖 因为这业务太多了 所以有没有别的控制 虽然不是针对这项错报设计的 但是那控制也能够防止这方面的错报的发生 诶 那叫间接相关的 我也要测试测试 因为太想依赖了 但也不是说我想测试间接相关的 就一定是有效的 那也不一定 那有的时候逼迫无奈 对吧 那只好叫审计范为受限 所以为什么要直接相关 间接相关 我做了个解释 第三个考虑因素 说如何对自动化的应用控制 实施控制测试 本来不是个事 对吧 但是自动化应用控制 这个已经是辽远的 不是星火了 已经辽远了 辽远之火了 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 广泛的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 所以就专门来这么一条 如何测试自动化应用控制 这个情况 这个确实有特殊 它真的冲击的 简直把我们控制测试的三观 都给你推翻了 震撼非常大 因为信息技术处理的过程 存在内在 内在一贯性 它是电子零部件 它六亲不认 它会忠实的执行 除非它坏了 它坏了就一般控制不效 如果一般控制运行不效 它正常运行 那它不会错 它就会一贯的 所以如果获得应用 已经得到执行 一般控制已经运行有效 这两个方面的证据 它说了就能作为 自动控制在相关运行期间 有效的证据 它一般控制有效 而且已经执行 我测试一个 是执行了 好了就这一次 整个期间就一贯 这地方说的呢 跟后面要说的 有点矛盾 后面会提到 它需要满足三方面条件 这地方才满 才提了两个给你讲 其实这两个 还不是那三个的两个 所以按照最严的来 前后不一致 按照最严的来 是下面我注视的这个东西 要获得一贯运行 有效的证据 还要包括系统 是不是发生变动 以及软件版本 是否进行批准 所以你可以认为 什么叫一贯运行有效 一般控制运行有效 你可以把它认为 是解析成另外两个方面 你也可以说成三句话 第一 一般控制有效 第二 没有发生变动 对吧 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第三 软件版本是正版 满足这三个条件 而且我再加一个 我发现它确实执行了 那好 就一贯执行 所以测一次 就能认为整个期间 那就要三条件 你说成一个条件也行 你说成三条件也行 三条件就是我刚才说过的 为什么说成一个条件 因为它一个 一般控制 以有效运行 这句话 有人认为 说这句话已经包含了 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软件版本是正版 已经包含了 那你要认为包含了 那就一个条件 你要认为包含 那就具体去三句话 所以我们不在于 它是一句话还是三句话 我们在于它到底有哪些条件 记住这三个条件 接下来 这个是实施十字形同学的结果 对控制测试结论的影响 这是只有坏影响 没有好影响 也可以说 对控制测试来说 实施形程序的结果 对控制测试 是城市不足 败市有局 这话说的有点极端 有点另类 不太好 但是 好像 从方向上来说是对的 啥意思呢 看看 两句话 如果 实施形程序 发现它 背成那位 自己没有发现的 重大错报 你没有发现 我通过实施程序 就我发现了 那你内控干嘛去了 对吧 你肯定是没有防止或者发现并纠正这个错报 否则怎么能到我这来才发现呢 所以是你没有发现 我发现了 通常表明内控成在值得关注的控制确限 通常 注意这句话积累下来 什么叫值得关注的控制确限 我在前边的章节解释过 那这地方准则说 如果你通过实施程序 发现了它没有发现的重大错报 通常就说明 它有值得关注的控制确限 你要说是必然说明 那就错了 因为它是个职业判断 所以说如果我这样发现错了 就把你控制给你推翻了 你那是不可信赖的 你那就这些缺陷和管理层治理层进行沟通 这叫我说的败事有余 只要我发现错报 就能推翻你控制有效的结论 不光不有效 而且要存在值得关注的缺陷 不是一般的缺陷 但是反过来呢 如果实施程序序做完了 没有发现错报 能不能反过来证明控制是有效的呢 对吧 实施程序序没有发现某项任律程序的错报 不能说明相关控制运行效 对 这就叫成事不足 就算你没有发现错报 你也不能说明它好 是不是啊 所以我说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好像有点过分 但是呢 好像方向上这句话 就放在这也算是合适 因为什么原因说 我这没发现错报 也不能说明你好呢 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业务 你就是放任自留 没有人管它也不会出错 不是说一定要有控制才能不出错 有些事情没人管它也不会出错 有这样的 就像某些地方 可能一些销售 好像是测验当地的民心或者诚信 怎么怎么放一些东西 上次写矿泉水自拿 用的话自己拿 一瓶两块 有人按个摄像头看看有 有的人你不按摄像头 你放了一天 你发现少了五瓶水 那箱子里也增加了十元 所以不能说因为没错 没有发现错 就一定是控制控制好了 才导致没错 不能这么说 好 记住这个观点 这观点会错在什么地方 在实际中 比如说注册科技师呢 把前十个月的控制 在十一月份测试里面 正面控制运行有效 然后你不是其中做测试的吗 你得往期末延伸呀 还有个十一十二月 这两个月 你没有做测试 得了我不测了 我把十一十二个月 年过的这个交易 我肯定是要做细节测试的 好了我把它做了 也没发现错报呀 那不也说明 这两个月控制运行有效吗 前十个月也有效 全年有效呀 不可以的 你不就在通过 后两个月的细节测试 或者实际程序 没有发现错报 说明它后两个月 也是有效的吗 这就违反了我这一条 我这规定什么呢 实际程序没有发现错报 不能说能控制有效呀 你不再用了吗 你就错了 就会错在这种地方 是实际中一个常见的错 好 这是第二部分 对